路口监视器拍下一辆白色轿车失控往前冲 撞上路边一整排停放的机车又转回正轨 这一撞驾驶瞬间清醒 白色轿车右前方车头毁损 轮胎爆胎泄气灯壳破裂 后照镜整颗脱落挂在车门边 板筋染上机车车口红漆 昨晚深夜11点多 新北市板桥区新生街上 19岁料姓男驾驶 疑似开车开得太累了 恍神打瞌睡 只有一头撞上路边机车 全部都倒了 连机车都跳到那个早餐店那边去了 11年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处缘了 附近民众听见巨响纷纷跑出来关心 马路上到处都是汽机车零件碎片 一共21辆机车毁损 其中几辆连车牌都被撞掉 警方到场实施酒测 驾驶并没有酒驾 自己的车撞坏也不能开 交由拖掉车处理 一不小心撞烂整排机车 赔偿金额还有爱车维修费 恐怕打上荷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